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举成为日本最大IT企业 Z Holdings集团将门户网站 广告 通信为核心业务 持续推动业务发展 更把电子商务 当地垂直业务 金融科技 公共服务 列为优先发展的四大领域 在卖家方面 Z Holdings集团预计在2021上半年发布电商解决方案 Smart Store Project 以一条龙方式为小型卖家提供从电商平台方面架设 运营 分析 客服 导流的完整协助 这将会为筑备入局日本站的中国卖家提供新的平台与渠道 而对于Z Holdings集团未来的发展来说 此次强强联合 LINE可能成为Z Holdings集团 开拓跨境电商新流量池的关键水龙头 Z Holdings集团最大的目的 就是利用LINE庞大的用户群体优势 通过又使LINE的用户去访问日本雅虎 Yahoo Japan现购物网站实现用户引流 使得两个渠道完全被打通 让社交业务与电商业务能够产生最大程度上的协同效应 两者的结合 盈利方式不仅变得多样化 也能有效积累对应的流量池 但是如何成功将LINE社交媒体的流量导入到日本雅虎 其模式有待探索 这也会成为接下来Z Holdings集团发展的重点 而随着Z Holdings集团的成立 日本乐天与亚马逊日本站三者之间的纵横较量将愈演愈烈 毕竟贝索斯的亚马逊 在日本本色三目股靠乐天经济圈一决高低 公版的雅虎日本正整合一切资源 骁勇应战 保持续间相当的尽量 贝索斯的亚马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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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逊